如果Y等于X分之K 那就说明Y与X乘反比例 反过来 如果Y与X乘反比例 那也可以说明Y等于X分之K 当然 这个X和Y不仅仅可以是单独的字母 还可以是某一个代数式 比如Y-2和X乘反比例 那就有Y-2等于X分之K Y-4与3X加1乘反比例 那就有Y-4等于3X加1分之K 总之 两个代数是乘反比例 那就有一个等于另一个分之K 弄明白了什么是乘反比例 来看到例题吧 已知Y与X-1乘反比 并且当X等于30 Y等于6 你会求Y与X之间的函数关系吗 刚才说过 Y与X-1乘反比 那就有Y等于X-1分之K 又因为X等于30 Y等于6 把三和六带到这个表达式中 可以算出K等于12 把K再带回表达式里 可得Y等于X-1分之12 这就是Y与X的关系式了 以后再遇到这种 让你求解析式的题型 你就先根据乘反比例 用K写出解析式 然后把已知点代入 求出K就行 刚才只研究一个函数 接下来 咱来研究两个函数叠加的问题 如果Y是Z的反比例函数 Z是X的正比例函数 你知道Y是X的什么函数吗 既然Y是Z的反比例函数 不妨受Y等于Z分之K 为了和后面的K区别开 把它写成K1 又因为Z和X成正比 那就有Z等于K2X 要求的是Y和X的关系 所以要把Z消掉 把Z等于K2X带回这个式子里 得Y等于K2X分之K1 因为X在分母上 所以Y和X就成反比例了 以后再做这种题型 你就根据比例关系 利用K设出解析式再来求 用类似的方法再看一道题 如果Y是Z的反比例函数 Z是X的反比例函数 你知道Y是X的什么函数吗 老规矩 还是设K来到关系 Y是Z的反比例函数 那就有Y等于Z分之K1 Z是X的反比例函数 那就有Z等于X分之K2 接着把Z带回这个式子里 挂件一下 可得Y等于K2分之K1X X在分子上 所以Y是X的正比例函数 再回过头来看这两道题 反比和正比叠加就是反比 反比和反比叠加就是正比 其实理解起来也不难 只反一次那还是反 反两次就变成正了 好了 关于乘反比例就讲到这里 简单的说 两个代数是乘反比例 那就有一个等于另一个分之K 在求这种Y与X的函数关系时 你就设K表示出解析式 就能找到关系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速速去刷题吧 稍后 好